开箱啊 今天给你们开箱一款生肖盲盒 对了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手表 他老是掉色 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说本来咋掉色 还是老闺女 先过来个墙里推荐啊 一会呢 我开脱的盲盒 还是全部都送给粉丝 只要你的手相 和我开脱的盲盒是一样的 那我就把这个盲盒送给你们啊 我们先开哪个呢 兄弟们 天啊 我们先开这个吧 哇塞 精品盲盒 兄弟们 你们猜一下这个是什么手相 猜对了 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哦 所以说你赶紧再评论去评论啊 你是数什么手相的啊 好 哇塞 这个什么手相 哇 这个是老虎兄弟们 是个老虎 第二个盲盒是什么 第二只小兔子兄弟们 有没有数小兔子的 有小小兔子的 赶紧再评论去评论哦 你们猜第三个什么 哇 第三个是个龙 兄弟们 你们看 有没有属龙的 属龙的赶紧再评论去评论哦 第四个盲盒 看第四个什么 第四个是个猪啊 兄弟们 有没有属猪的 属猪的赶紧再评论去评论 兄弟们 第五个盲盒 第五个是个马 你们看马儿 马儿的尾巴 你 有没有数码的 数码的赶紧再评论去评论啊 第六个手相 看第六个是什么 兄弟们 第六个是个老鼠 你们看老鼠 有没有数老鼠的 兄弟们 数老鼠的赶紧再评论去评论啊 现在我们开始开第七个盲盒 看第七个是什么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手相吗 这是蛇 有没有数蛇的 有数蛇的赶紧再评论去评论 你看 这个尾巴特别像蛇的尾巴 蛇 接下来我们开始开第八个盲盒 这是个羊兄弟们 这是个羊 有没有数羊的赶紧再评论去评论啊 接下来我们开始开 第九个盲盒 哇 这个是牛兄弟们 有没有数牛的 数牛的赶紧再评论去评论啊 接下来我们开始开第十个盲盒 看第十个是什么 哇塞 这是个猴子吧 兄弟们 这是不是猴子呀 这是猴子吗 有没有数猴子 有数猴子赶紧再评论去评论啊 兄弟们 现在我们开始开第十一个盲盒 刚才第十一个是什么 第十一个是鸡兄弟们 这是鸡 有没有数鸡的 兄弟们 看最后一个是什么 这最后一个是什么 兄弟们 这最后一个是什么 我猜不出来了 兄弟们 我忘记了 你们知道这最后一个是什么吗 兄弟们 现在我们的盲盒已经全部拆完了 但现在呢 只有这个我不知道是数什么的 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属相 兄弟们 有知道的 赶紧再评论及评论